好的 再來要介紹MTS 這台迷你設計呢 如何設置它的Tone 也就是俗稱的類比碼 好 那設置的方式呢 就是在音量鍵的旁邊呢 有一個CT鍵 這顆CT 我們先按一下 可以看到呢 螢幕上出現一個T 這個就是發射 發射增加類比碼 好 再按一下 SQ SQ就是接收 接收增加類比碼 當這兩個都按下去之後 代表你已經開啟了這個類比碼的功能 那可是我們通常要去設定這個類比碼的 那個數值 好 那設置方式就是這個F鍵 按一下 好 那它會閃爍 功能鍵會閃爍之後 這個一樣這個CT這個按一下 它會出現可以選擇 首先T就是選擇你發射的類比碼 好 假設我們設定在67.0好了 設定完之後呢 再按這個CT一下 它這邊第二個SQ SQ就是設定那個接收的類比碼 那這時候我們再一樣去設定 假設我們一樣要設定在67.0好了 好 那設定完成之後呢 一樣這個CT按一下 它就會退出來 那我們看到上面也有一個T一個SQ 這個時候呢 它就已經設置好它的類比碼了 好 那只要設置類比碼之後呢 即使在同樣一個頻道上 沒有設置類比碼的人也沒有辦法發送訊息來跟你對話 好 那這個功能其實會有很多的應用 好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都可以跟朋友去開啟這個功能 好 可是如果開啟這個功能之後 沒有開類比碼的機器是沒有辦法跟你們對話的 這個要注意 好 那解除方式也很簡單 這個CT有沒有 我們再按一下 這時候它變成DCS 會變成數位的 好 那你再按一下 都就會都消除掉了 都消除掉之後呢 就會回復到我們一般的無線電頻道使用 好 就只要同樣頻道就可以對講了 好 那這就是MTS 迷你車機的類比碼設定 好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